你有没有觉得 我穿叶琳的衣服 特别合适 好了没啊 好了好了 叶琳 你是不是担心我 我是害怕你谋杀班长 叶琳 你也赶快把你的脏衣服换了吧 我一共就两件干净的衣服 一件刚刚喷了可乐 还有一件被她抢走了 没关系 叶琳 你穿什么都最帅 对了 叶叔叔怎么还不回来呀 估计是又喝多了 在哪个大马路上睡着了吧 不用理她 那我们也走了 时间不早了 我不走 你走不走 我不走 你走啊 我不走 我求你了大姐 快走吧 我真的走不了 我很难受 快走啊 行了别闹了 明天还要上课呢 别闹了起来吧 走吧 对了班长 你看下着这么大的雨 说不定打不到车 而且这附近有狼人 有游爱福 温长 有游爱福 我们走不了了 好了 好了 有游爱福 走了 游爱福 好好好 艾明儿 你在看什么呢 我们该走了 我在看男仆的漫画 男仆 原来你喜欢看这种啊 这是我爸的 这烦人 也不知道收拾一下 你们来看一下这门 怎么打不开啊 好像是坏了 应该是你破门而入的时候 力气太大 把门串坏了 对不起啊 这就是天意啊 不然我们就顺应天意 在叶林家住一晚上吧 不行 要是被狗仔发现 我在别的男的家里住了一夜 那我就完蛋了 我非要被踢出团不可 你以为谁愿意和你住啊 再说 人这么多 你怕什么 就是一男三女 天哪 这要是被传出去 恨人以国内的舆论 我的职业生涯可就结束了 别着急 我有办法了 实在不行 我们报警也行 好注意 我手机没电了 充电机在学校 我手机拉在慈母家了 不行 不能用我的手机报警 要是被媒体知道了 不知道会传成什么样子啊 那个我的手机也没电了 那实在不行 我再传一次门 等等 你在脚下留情吧 雨这么大 你把门串坏了 我家传水帘洞了 你这儿又误会儿 好烫啊 看来她真的感冒了 我去把我住开 我们真的要在你家住一晚了 我来照顾任晓芹 那我呢 那就你俩住我房间 你住我爸房间 我去收拾 那你呢 我只能在客厅睡一晚喽 反正就一晚 等雨停了再说 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果然 都是探射角 晓芹 我去给你弄条毛巾 你先休息一会儿 终于可以在叶琳的床上 睡上一晚了 做什么都是值得的